正因为这位风流天子 清王朝才在乾隆后期由盛转衰 而乾隆宠臣大贪宽和珅的家产 竟相当于当时清朝国国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繁星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3 缅甸平越南和平尼泊尔 都是丑惧和败仗 更称不上武功 此外 乾隆实施的闭关锁 国政策 更是让中国的军事实力 比英国差三到四个世纪 这可不是小编乱说 这是英国马嘎尔尼 在中国停留五个月后 做出的结论 乾隆一生 想尽了富贵风流 在死后两百年后 君伐孙电英 打开了他的墓室 将其尸骨 从棺果中 扯着花白辫子 生生拽了出来 挫骨扬灰 而如今 这根花白辫子 成为博物馆中的展览品 这位活了89岁的 十全老人 最终也落得 如此凄惨下场